蔣祖曼平時適見的角色類型 都以專業人士和態度嚴肅為主 這日他就一改平日演習慣的角色類型 拍攝警星百二秒 Jomaine也有分享當初收到劇本的感覺 因為其實很久沒有拍過一些短的趣劇 我這次一看到劇本我已經覺得我要做 因為很久沒有做過一些 比較輕鬆一些 通常都是一些專業戶 所以都很期待和很興奮 我自己只是覺得放輕鬆過來玩的心態 以前做舞台劇反而有做喜劇 但是拍慣了一些長劇之後 為什麼沒有人找我做喜劇 其實我也可以的 所以都是輕輕鬆鬆來玩 因為我兩個拍攝又是好玩得 所以都很開心 這次拍攝的經歷令Jomaine一事變愛上 她都說和拍攝團隊合作得很開心 還趁機自戰下次再合作 因為其實在我拍攝之前 我有問過之前拍攝的同事 我說有沒有拍攝過警星百二秒 然後她說你拍攝 她對Globe很好玩超好人 然後她就發了 我之前拍攝了這一集 我看完之後很過癮 所以今天那個氣氛都是非常之好 我現在首先要提出我自己 其實隨時都可以拍攝 我不是很需要睡覺 所以基本上沒有所謂 如果要用人又找不到 找我吧 搭入暑假 父母都忙於為子女安排一連串活動 不知道Jomaine又有什麼計劃呢 很難計劃 因為現在正在拍攝 所以時間比較密 都計劃了去一個短旅 但只計劃 我都跟他們說 如果我去不到 就你們自己去 我去到我就會來 或者我去一半我就走 所以都不知道 應該今個月尾 長的旅行 真的很久都沒有去過 看看可不可以之後計劃一下 拍完這個劇之後 暫時會有另一個劇 不過中間可能會有少少空檔時間 我都未確定 但我自己當然希望可以 默默地做事 因為做事其實最開心 回到家的時候 陪他們才有意義 如果只在家 其實大家作為家長都知道 放暑假真的很難受 讓我上班